大家好,我是大树 王居安和英国小粉红联手独打普世民主 用红通通的思维强行扭转世人的认知 到处在民主世界里三风点火 想说这个民主也只不过是浪得虚名 一个对外一个对内 搞到很多人站队随之出征 那正当事件不断升温之际 由头六四分也按捺不住小寂寞 竟突然发布我被日本通缉了的辟谣视频 来进行祸悉泥 这个就很有意思 一个在海外被骂到要回国做内容 甚至还要通过捐钱作秀的方式 来平息舆论的由头 为什么又在风口浪尖处跳出来呢 是不是也有皮肤搔痒的问题呢 这个时候咱们要接一个皮肤的业配能有多好啊 其实这个举动就和伦敦小粉红被骂缠 又喊求救 再次出来回击是一样的行为 所以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一起聊聊 这帮红色为什么要像黄继光一样 赌枪眼 先看看由头的最新视频 我被日本通缉了 今天这一期是一个辟谣的视频啊 一个月之前我在东京出差的时候 不是发了一系列关于一个禁止中国人入内的中餐馆的事情吗 结果这一个月以来啊 在我所有视频的评论区里面 都一直反复出现两个关于我本人的谣言 第一个谣言说我是日本籍 说我是一个挣中国人爱国钱的日本人 看清楚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扯淡啊 你想想如果是一个日籍友人 他愿意出面帮中国人维权 那这种人应该叫做国际友人呢 怎么在有些人嘴里这个就变成了污点呢 第二个谣言啊 说我回国是因为被日本通缉了 被日本的山口组追尸 一个正当的维权行为会被通缉 会被追尸 其实我也蛮好奇的我的通缉令长什么样子啊 还有很多人说我躲在国内啊 我现在发的视频都是我之前在日本拍的库存视频 那今天正好我路过大阪府厅来这边办点事啊 大阪府厅的行政级别相当于是我们国内的省政府啊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的通行证 是上面写的日期啊 然后我就按照网友给我提供的线索搜索了一下 结果发现这个所谓对我的通缉令啊 来自一个日本前区议员的个人微博 这个通缉令的内容我看了一下啊 非常的抽象啊 这个前区议员的原话说的是啊 建议日本警方以组织卖淫 走私 逃税 洗钱 资助反社会势力 非法运营出租车 非法房屋中介 等罪名对我进行通缉 我这么罪大恶极 然后我现在在干美食博主是吗 大家可能不了解啊 日本的区议员是多大的干部 这个我帮大家查了一下 东京一共有23个区 有872个区议员 那日本全国呢 像这样的议员有2570人 是个干部 但是不怎么大啊 这个通缉我的松本前议员 为什么是前议员啊 这个我帮大家查了一下 他所在的足利区 一共有45个区议员的名额 正好去年2023年啊 换届选举 有64个候选人呢 竞争这45个席位 然后这个松本啊 在这64个候选人里面的得票数 排在第58位 这个成绩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啊 因为没选上议员 失业了 生活比较紧张 所以才发表了这一系列 看似声势浩大 但是根本经不起推销的言论啊 蹭热度 就算是蹭热度 你也不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这个饭店的歧视行为是板上钉钉的 没有及时处理 又经过媒体的发酵之后 第一时间不是反思如何改正错误 反而对当事人进行打击报复 一个没有选上的前议员 都敢这样叫嚣 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如果当选之后 会干出多少荒唐的事情 但是话说回来啊 歧视事件层出不穷 要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自强 其实我们的先列已经用生命和鲜血 给了我们的答案啊 落后就要挨打 尊重不是别人给的 而是自己争取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遇到歧视事件的时候 不仅要合理合法的距离力争 你走了这本护照你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 不提啊 然后呢 反过来说 所有人都区别对待他 那这里呢 我终于知道啊 为什么在魔供啊 会有这么多碰瓷的人出现了啊 原来就是无理才是真理 所以啊 引用咱们频道的朋友的总结啊 这些人的手段啊 为魔供证明了两项惯用的手法 第一个啊 是永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啊 反而将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第二个呢 就是自己最擅长的就是碰瓷 然后说别人碰瓷 没毛病 其次呢 由头说啊 日本议员污蔑他啊 说他涉皇非法运营出租车这段啊 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很搞笑 甚至觉得一头雾水 那显然这个所谓的罪名啊 不是针对他个人的啊 因为涉皇是小野亮干的 非法运营出租车这段啊 我想应该是日本国人区的一个现象啊 但是由头把所有的罪名揽在自己身上 真可谓说是 我不录地狱 谁录地狱啊 不过言外之意呢 他也是说啊 日本议员 对他个人是极其针对的 其实他所有的这些动作 其实就是在拉满仇恨之 仇恨就像一个辅助的强化剂一样 你只要添进去 配合国人脑中的红色 国人要么是磨变啊 要么就是加强中邪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留言区里啊 就大量的啊 觉得由头呢 是三观正的这些人的评论 这已然说明 由头的迷魂汤还起效果了 这种强化剂呢 甚至对国人是理事不爽的啊 那么这里呢 我要说句大实话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不爽 都是基于抹粉的行为而来的啊 它已经深深的触碰了 我们海外人的底线 它破坏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而我们的心态是从理解到防感 这道现阶段的厌恶 甚至是鄙视 但是 这绝对不是仇视 仇恨啊 如果上升到仇恨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海外就出大麻烦了 我相信每个国人都不敢出来 因为海外会像历史上的印尼一样 而我们最大的不爽 就是因为抹粉的行为 会害我们跟其一起遭殃 因为中国脸在西方人这里 是完全分辨不出来的 其次呢 海外人为什么不会轻易的 上升到仇恨这个阶段 这就是因为 这里的人性和制度 不是基于红色建立的 而由头在这么大的风波舆论后 竟然还能自由出入日本 说明民主国家和魔共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存在 所以呢 请不要拿丛林社会 魔共社会 来对照外面的人或者是 虽然呢 你觉得这里面像红社会 但是 这个是主观上的猜测 是你的意想 因为你对这里不了解 那么由头 为什么还敢过来继续赌枪眼呢 就是因为 王菊和伦敦小粉红 在这轮海外大战中 制造了大量的话题和关注度 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也都是笨者王菊和伦敦小粉红 飞过来的 所以啊 由头是至干出征 过来碰瓷参战引战的 凡事啊 有好有坏 你刺激加强魔粉的仇恨时 魔粉出征 必然会带来很多争议的现象 就像由头的粉丝 刺激三口主 都是老头子一样 早晚有一天啊 三口主会给魔粉上堂 人生哲理课 告诉他们 姜还是老的辣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和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